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昨天我们看了L6599芯片的各引脚电压 今天我们看一下它的启动电路 这个芯片的启动引脚,也就是供电引脚,是12角 它的启动还是比较复杂的 它需要一定的电流,需要比供电电压高 一定的值的电压来启动 启动以后经反馈绕组给它供一个十点几伏的电压 它就能够正常工作了 但是如果用十伏左右的电压来启动 它是不能够工作的 那么这个电路就要特殊设计一下 它是怎样设计的呢 很显然芯片的地就是我们这个热地 是300伏滤波电容的负极 它的正电压是通过300伏滤波电容的正极 然后通过这个零偶电阻 然后通过这儿加到我们这边有一个启动管的漏极 也就是这个管 我们看它的功率是不小的 这个启动管是一个厂效应管 它把300伏电压直接通过零偶电阻加到了它的漏极 它的山极呢 通过这两个两兆电阻串联以后 把这个电压加到了这个线辅二极管的正极 这个线辅二极管的正极 还把电压加到了这个三极管的极电极 加到了这个长管的山极进行启动 这个山源线辅的二极管 这一端是一个普通的二极管 然后这一端是一个稳压二极管 把这个稳压管的正极接在了启动管的原极 启动管的原极通过这个20K的线流电阻 给芯片的十二角进行启动 很显然 启动管的山极电压是接在我们这个三极管的极电极的 这个三极管的发射极是接地的 另外这个三极管极极和发射极之间 还有一个分压的6.8K的电阻 这端呢就是接在了这个47K的电阻上 47K的电阻呢 接这个二极管的正极 这个二极管的负极呢 就是接在十二角上 然后这个二极管的正极电压 也就是这个电阻的电压 是来自于我们这个调整管的发射极 调整管的极极是接一个十二伏的吻压管 很显然 反溃绕组的电压经二极管整流电容滤波以后 经这个调整管吻压 通过这个二极管隔离 加到十二角进行供电 通过这个限流电阻 加到这个三极管的极极 使它导通 使长管截止 从而达到了启动后 启动管截止 通过反溃绕组供电的目的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两个二极管起到什么作用呢 这个就是启动电路的电路图 300V经零欧电阻 加到启动管的漏极 通过两个两兆欧的电阻串联以后 给启动管的三极提供电压 然后这个位置有两个二极管 它主要作用是限辅的 也就是说 使长管三极的电压 比原极高一定的值 如果高太多 长管就容易损坏 启动以后通过这儿 通过限流电阻 给L6599的十二角供电 当6599正常工作的时候 后边输出电压 经反馈绕组 经整流二极管整流电容滤波以后 经调整管 稳压以后 然后通过这个隔离二极管 给6599供电 同时这个位置的电压 在电源没有工作的时候 很显然是低电位 这个位置有一个6.8K的分压电阻 很显然是低电位 三极管是截止的 所以能够正常启动 当电源工作正常的时候 反馈回来的电压 加到这个位置为高电位 使三极管导通 从而使长管三极的电压为零 从而使启动管截止 从反馈绕组进行供电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